灾害袭来 敬请收看周期孤儿露出微笑 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欢迎收看生活567 2010年8月8日凌晨 甘肃省周区县发生了特大迷失流在海 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家住周区县923林厂的小海旺和小海娇兄妹俩 也失去了爸爸妈妈 失去了家 成为了孤儿 在海发生以后 原本活泼可爱的兄妹俩变得不爱说话了 也不愿与人接触 为了让小海旺兄妹俩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 开始新的生活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决定 带他们兄妹俩和其他十名孤儿一起前往北京 可是就在上路前 兄妹俩却坚持要去看一看他们的家 这里是周区县南边的923林厂 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平常自己的记忆 你应该觉得就在那废墟挖掘机底下 就是我家的房子 看一下我们房子的一个脚 一脚在那 那我可以认出来 但这本来是一栋房子的 倒在这了 认不出来了 让我常常来看 哥哥上海旺今年13岁 妹妹上海娇今年10岁 他们天天都会来到这里寻找自己的爸爸妈妈 已经持续有十多天 当时我妹妹去老家玩了 我在我姐姐家睡的 爸爸妈妈在家睡 没想到那天晚上会发这么大的灾难 可是海旺和海娇仍然坚信 爸爸妈妈还在 他们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我哥母亲还来往三车 他就让我走 我倒是不知道 他们会从大陆上走上来 原来他走的时候 我们 他走得早一些 我们从房地上反过去的 到那边走过去的 我们就走出去 我哥母亲家走出去 他就没走出来 我当时就还很多 走出来 都就是一瓶上 四八十个人 小海旺的爸爸妈妈 自从迷失流发生后 就再也没有养许 这点日常都没有挖车 快点 海旺至今还记得家的一切 家里种着花草 妹妹和妈妈都喜欢花 但现在什么都没了 我和爸爸常在一起 去玩电脑 玩电脑 看电视 大的客厅 里面放着 彩电 这妈妈的房间里 还有一张 我们全家福 海老说 明天他们兄妹俩就要去北京了 今天他们过来给爸爸妈妈 做最后的道别 做最后的道别 我会唱 唱来看你的 曾经温暖的家 曾经深爱兄妹俩的爸爸妈妈 如今都不存在了 面对眼前的一切 小海旺和小海娇 再忍不住 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兄妹俩跪在那里 很长时间 看着海旺和海娇兄妹俩 跪在废墟的面前 我们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了 失去父母的悲痛 给兄妹俩幼小的心灵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小海旺为了找到爸爸妈妈的照片 让我们的记者带着他和妹妹 去州区县大平村的奶奶家 那里距离县城有30公里 由于泥石流的冲击 道路上布满了一个个的大坑 十分危险 我们记者小心翼翼地开着车 经过三个多小时 我们终于来到了海旺的奶奶家 我是中华少年儿童 慈善救助基金会的 了解了一下 咱们这个上海旺跟这个上海交 他这个兄妹两个人的一些情况 目前的话就是 我们想把这个孩子呢 我们要接到北京去 让他们休养一段时间 海旺的爷爷早已经过世了 奶奶长期患病 儿子儿媳在泥石流中失踪 让老人卧床不起 怎么大自带来了呢 没事您放心吧 这个关于孩子的成长呀 包括他们的生活呀 都有我们那个 将来我们就是 完了要统计一下 我们要统一要负责 把他一直要扶持到18岁 包括18岁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的生活费 包括他们的学费 我们都可以承担 在奶奶的家 小海旺终于找到了 他爸爸的两张照片 这一张爸爸的 爸爸年轻的时候 这是爸爸 这是爷爷 这是舅舅 当时爷爷有病 是爸爸和舅舅 陪着我爷爷去看病的时候照的 海旺拿走了 爸爸的一张单人照片 给奶奶留了一张 爸爸和爷爷的合影 海旺兄妹俩要去北京了 姑姑特别做了面条 和他们兄妹俩最爱吃的烟青椒 我妈妈都休息点儿 不然来婆 你没啥就花心了 我婆妈就花心了 吃完饭后 海旺突然跑到后院 摘起了苹果 你摘这个苹果是路上吃吗 带到北京去 为什么要带到北京去呢 北京的叔叔阿姨不是要照顾我们吗 我们也感谢他们 还有你们 两个孩子从没有出过远门 还忘了奶奶有些不放心 下午六点海旺和海蕉 兄弟兄妹俩就要上路了 村里人都来为他们送行 大家还没有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来 失声痛哭起来 这是 嗯 我 华 aspire 佳 秦 如 伍 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月26日,海旺和海娇兄妹俩以及其他10名孤儿启程前往北京进行休养 他们当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 当地政府特别为他们举行了送洗律试 这一次才可以造成孤儿吃午食 下面和政府考虑对这些孤儿采取这样的集中方式来 去安排他的生活问题和就学问题 第一个,首先考虑亲属来抚养 第二个是爱心人士愿意收养这些孩子 第三个是我们积极地创作条件 然后能够实现集中的这些 安排这些住宿、学习这些问题 早上9点钟,接孩子们的车辆从周期出发 经过6个多小时的行程抵达了兰州 第一次到兰州,小海啸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由于孩子们的户口部都在泥石流中被冲走了 兰州机场特意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 让孩子们顺利地进行了登机 一场爱心行动在飞机上展开了 女士们亲手们,今天我们的航班上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旅客 他们是来自州区三区的十二夫儿 他们搭上的航班前往首都北京进行休养 三海无情,人有情 希望社会各界对他们的成长多一点关爱 让他们能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 当得知,同一航班上又来自州区的孤儿 乘客们纷纷慷慨解纳 我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家 然后以后能够好好学习 来自城里的小朋友在飞机上还给州区的孩子们送去了糖果 并且和他们进行了交流 我希望他们能快乐地生活 不要害怕 不要哭 一切都会好的 这名叫张寒雅的乘客 得知海娇特别喜欢玩具 就把自己刚刚买的玩具送给了小海娇 我希望他们通过这场在那以后他们就会坚强 大爱人将爱心永存 我们祝愿孩子们永远平安健康 从兰州到北京的东航MU24174航班乘务长张一华 代表全体乘客以及机组人员将爱心捐款送给了孩子 健康健康 健康健康 好吗 谢谢 99位爱心是给我们捐了9560演讲 再上我们机组的总共现在是12960 到北京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可能是第一次坐飞机的缘故 孩子们都觉得很兴奋 夜里12点多还望他们到达了主地 小所等候的志愿者被他们送来了吃的 等了多久 等了几个小时吧 给 没坏了 坐好吗 谢谢 同样心里受到创伤在北京休养的御术孤儿 用歌声欢迎周旭的孩子们 虽然我们经历了这种灾难 但是我们不用怕 因为我们背后很多爱心人士帮助我们 我们应该坚强地走下去 是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是不断地资助我们 我们才有机会来这修养 感谢他们 8月28日 包括海旺海郊兄妹俩在内的12名来自周区的孤儿 来到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参加了由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举办的百名孤儿幸福成长活动 这个行动包括了生存救助 医疗救助 心理救助 技能救助和成长救助 实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家璐和周区固尔参加了这项活动的启动仪式 孩子们是不幸的 但是也是万幸有幸的 晚上会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在幸福和平环境当中的 一定永远记住他们 我们会看着他们成长 在北京宣养期间 孤儿们还来到了生活五六七郎做客 在这时间时间里 孩子们还去了向往已久的动物园 妖巢 城城等地方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 海旺和海娇兄妹俩和其他来自周区的孤儿终于开心地笑了 我们祝愿所有周区的孩子们健康快乐 小海旺告诉我们 9月6日她和妹妹就回周区了 当地政府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学校 小海旺到周区县初级中学上初二 妹妹小海娇在周区县城关小学上五年级 兄妹俩让我们转告所有关心他们的人 说他们挺好的谢谢大家的关心 的确我们的记者在和小海旺兄妹俩一起的日子里 亲眼看着孩子们从开始的不爱说话 情绪低落 不愿和人接触 到后来话渐渐多了 人变得开朗了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小海旺兄妹俩一定会健康快乐的成长 好了 那生活我留期和你在一起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他和他同是青年教师 生活的希望刚刚燃起 噩梦却不期而至 我想离婚吧 他与死神能够较了多久 爱情之花还能继续绽放到何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